上集回顾,小松与阿鲁吃到了蔬菜之王,臭羊草,那是世界上最新鲜的蔬菜。 阿鲁也邀请小松成为搭档,这时GT机器人出现了,那么就开始今天的影片吧。 阿鲁怎么看这都不是GT机器人,阿鲁叫小松不要动,因为他感觉他没有敌意。 这生物缓缓经过阿鲁身边,走向臭羊草,只见张开嘴巴吃起臭羊草,然后吐了,接着就离开了。 阿鲁以为那生物吃了腐烂的臭羊草,所以吐掉。 但他们仔细一看,臭羊草没烂,还留着怪物吃过的痕迹,怪物几乎用一瞬间,连臭羊草都没有察觉的速度咬下。 他只在远处看阿鲁他们如何取得臭羊草就学会了,是拥有高智商的生物。 阿鲁把臭羊草送给伊龙,并告诉他与小松成为搭档了。 伊龙给了阿鲁一张食材的委托单,完成里面的食材就差不多可以进入美食界了。 这时,给阿鲁进入美食界的训练,其他四大天王也准备去训练了。 阿鲁告诉伊龙那类似GT机器人的生物, 伊龙听到也紧张起来了,伊龙也能自己吃臭羊草,看来他非常的强。 过后阿鲁与萨尼吃晚餐,他得知萨尼进入美食界,但很多次都是被宇宙救出来。 看得出阿鲁也想去美食界看看。 萨尼认为自己是阻止不了阿鲁了,就告诉他美食界的路口。 阿鲁打算去试试自己的实力,然后就离开了。 阿鲁来到了其中一个路口。 命之铺潭,这里是一个很高的悬崖,这时有个守卫走过来。 他告诉阿鲁由于美食界的磁场不稳定,所以连卫星也无法拍到里面的情况,也不能从海与天空进入。 因为与人间的边境有海流独潮,而空中的边缘线上巨大的气旋形成了障碍,只有这里最安全。 这里与美食界之间有很大的海拔差,所以很多猛兽过不到人间,但是偶尔也有猛兽爬上来。 因为有些弱的怪物在美食界抢不到食物,但人间却有很多人想去美食界,基本没有一个人回到人间。 阿鲁说为了美食值得一试就跳进去了。 阿鲁在降落途中被飓风打到墙壁,原来是宛容喷出的空气泡,阿鲁使出飞叉但是距离太远了。 接着就掉落到森林里了,阿鲁起身但是感觉身体好重,完全动弹不了。 住在这时,有个怪物慢慢走向阿鲁,是等级不明的阿修罗虎,但是阿鲁的身体还是非常沉重。 就连躲避攻击也慢半拍,他使出足刀只伤到阿修罗虎的皮毛。 他把阿鲁打飞到一只猩猩身上,这时的阿鲁已经看不见前方,手脚也开始麻痹。 大猩猩也攻击阿鲁,阿鲁用15连钉拳反击,大猩猩与阿修罗虎打起来完全不理会阿鲁了。 阿鲁被他们的攻击打飞到一个长满了刺的仙人掌,这里的天气异常的热, 差不多令阿鲁脱水,他想从仙人掌那边喝点水,但是被仙人掌的刺弹到一棵树下。 突然起雾,然后下起比阿鲁还大的雨滴。 就像水导弹似的打在阿鲁身上,阿鲁很辛苦才从雨中爬了出来。 在他眼前是一只青蛙鸟,他冲向阿鲁进入雨中,但那导弹般的雨水对他来说像花哨,不痛不痒。 接着他大喊把同伴们叫来,当他们要攻击阿鲁时,全身被麻痹了。 原来是美食界状态的次郎,这时青蛙鸟的同伴全部冲向他们。 次郎使用点血枪轻松地把他们麻醉了。 青蛙鸟与老虎也来到了这里。 次郎对自己点血,身体变得比他们还巨大,把他们吓跑。 这是次郎的恐吓点血。 次郎说阿鲁在这里太散漫了,在美食界必须一直维持精神的极度集中, 丝毫都不可松懈。 阿鲁因为身体沉重才不能集中精神, 这里是海拔负2万米的安格拉森林。 因为非常接近地河,所以重力越大。 现在他们体重应该是人间的两三倍了。 阿鲁说起,他在某个地方眼睛充血、手脚毛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 那是阿鲁接近空气素,是一种果实能产生空气的奇异之素。 只不过它是分别产生空气中的氧气和碳酸气。 会眼睛充血、手脚毛病,恐怕是氧气补平时多吧。 一旦氧气浓度变高,体内的组织就会被破坏。 阿鲁觉得太走运了,如果生存的气体是一氧化碳的话,说不定当场死亡了。 四郎说那空气素的果实也是食材,是超级特殊的调理食材。 这森林还有一种叫火星球的奇异食材。 有自己的引力,所以阿鲁在那边身体就不会变重。 但很热,会让你感到能增干掉身体的异常热量。 四郎说让阿鲁深陷其中的瀑布是瀑布树。 一旦有猎物到树下,就会释放出水导弹将其击倒在吸收。 四郎告诉阿鲁他现在缺乏的并非力量,而是相信伙伴的那颗真诚的心。 而这次救了阿鲁的正是小松。 萨尼告诉小松阿鲁去美食界,萨尼告诉小松想救阿鲁就打着电话,这电话正是四郎。 小松知道阿鲁自己前往美食界也没有生气,而是哭着求四郎救阿鲁。 就这样阿鲁平安无事地回到人间。 小松见到阿鲁也松了一口气。 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,欢迎大家留言喜欢这集的哪个部分。 谢谢收看,拜拜。